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可是现在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怎么办呢 你就得想开点 你现在憋屈 一是为了孩子 二是为了医生 他能够振作起来 妈的本意也是为了你们将来好 我知道 妈说什么做什么都有道理 可我大人肚子就离婚了 孩子一天能大 孩子他爸一天都没守在我身边 这还得这么多个月呢 我怎么熬啊 我难受 别哭了啊 咱爸这招使得是有点固 但你仔细想想啊 那朱医山那当时 就跟双打的鞋子一样 你要不实在喊着 能让他支支死地而后生吗 现在憋屈点 是为了将来 你熬过了这一关 将来你们一家三口都美着呢 你熬不过这一关 那朱医山他就是烂你 他就是扶不上墙 你这婚也没百里呀 那孩子怎么办啊 你 你会聊天啊 你会聊天啊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你别说了 咱妈是什么人 那是齐天大圣 那是火眼金睛 连咱都看出来 一山是什么人 老太太看不出来 再说了 一山也不是烂你 肯定扶得上墙 妹子 甭听你解决 他是吃你的饭 吃麻麻香 把小外甥 养得胖胖的降来 一山呢 肯定会回来接你们家俩的 姐夫 你得帮我去看看一山 你甭看 一山没问题 跑不了你的一山 如果小外甥生下来 找不着一山 找不着他爹的话 你就揪我脑袋 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当球踢 行吗 行了 现在就揪我 吃饭吧 小外甥都饿了 赶紧吃饭 吃饭 吃饭啊 吃饭 这回合好了 我儿子 主动扎根你们家 上门了 有意见啊 有意见没关系啊 我明天让他卷破个卷回家 别见 亲家 铺个卷可以 但铺个卷里啊 得卷着你们家深红 不然啊 我可不让他们进家门 滚蛋 你要求也太高了 还卷着我们家深红 你还别说呀 这马六对深红啊 真的没说的 这家好一天 安前马后这么伺候着 要没有他呀 深红恢复不了这么快 最好啊 把深红伺候得十月怀胎 就要一家三口进家门 太好了 来得及 来不及我给你买只小狗 狗孙子 要不要啊 要 上熬 还挑孙子呢你 哥 深红孩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就那样 不是就哪样啊 你说呢 有哥 您就赶紧跟我说吧 我这都快急死了 现在知道着急了 哪万人家 我可不是着急吗 自从看见孩子那必超 我这成天成宿都睡不着觉 我现在就想看见媳妇和孩子 我 你跟深红你们都是一个品种是吧 见着饭菜就心酸 那什么毛病 深红也特难受吧 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哥 您现在就别埋怨我了 您 您跟我说我该怎么办 你说岳母吧 她已经跟我说了 只要我上门去找深红 她就把我活劈了 不是 您还乐 你呀 你知道咱们岳母 为什么不让你们俩见面 我知道 因为她恨我妈 她恨我 恨你妈是其次 恨 你不争气才是正经的 可是我已经跟她保证过很多次了 我说我痛改前非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可她就不相信我 我能怎么办 你发那么多事有什么用 你得说点正经的 我问问你 你找工作了吗 你拿什么养家糊口啊 我 我这不是正想办法呢 猫啊 这马六啊 真跟以前不一样 嗯 走了一段完路 现在变成我好男人了 你看啊 除了挣钱好 哎呀 性格好 脾气好 心眼好 厨艺好 我好 这她一在家 我跟你说我出去 我心里特踏实 我就不惦着我那俩闺女没饭吃了 我跟你说啊 我儿子可愿意在你们家了 你就可劲地使唤她 嗯 这回出门之前跟我说啥 嗯 妈 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给我招个爸 我的妈 我天哪 太有意 不是 真的 我好男人外加一个孝顺儿子啊 嗯 这回今晚回家我就表扬过 表扬表扬 有主了 我这不正想着姐妹儿 你再帮我求个主呗 求谁 求谁 快 哥 真不是我不争气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现在 我现在想法我多了 可唯一的就是 我没钱啊 我实现不了 我又不愿意管我妈要钱 就上次 我管我妈要钱以后 我老感觉 我这小面就攥在她手里了 我是穷 可是我不是没志气的人 我是个男人 我 长志气啊 就冲你长志气 什么呀 什么呀 以后啊 你甭往深蓝家打电话 打也没有用 那月魔就是个拦路虎 剪天守着身子 根本见不着面 你要是有了这个的话 你们俩可以搞搞这地下活动 我 哥 我 我真是 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您 您就是我的恩人 以后您有什么需要 小弟肯定为您两 两肋插刀 别说呢 文明 再说就过了 再说就敢以身相许 那身子也饶不了我 是 你呀 还是好好琢磨琢磨 怎么养家糊口 这才是重点 要不然呢 岳母这关你就甭想过 她让你们俩劳雁纷飞 牛郎之女天合佩 隔着到银河 你说你们俩活得了吗 得了 你别爱生叹气 跟哥哥说说 想干点什么 我想开个电脑维修店 顺带着呢 我给人家组装电脑 您说现在 谁家没有个电脑啊 是不是 就我们那一整片 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 电脑维修店 谁家电脑出点小毛病 都得奔中关村 哥 这就是我的商机 你踩了点了 踩过了 可现在这个 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资金 你也知道 我上次这服装店 赔了一底儿掉 我这个 上次服装店那事 我也有责任 就算我欠那个人情吧 不是不是 你甭说了 你这次开这个电脑商店 就连装修再进设备的话 大约得需要多少钱 十万 你也知道 我可以帮我 你再来 我可以帮我 你那把这次抹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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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这次 你也要帮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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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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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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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真好 妈 妈 你休息一会儿 来 吃葡萄 你们先吃吧 喂 媳妇 你身体好不好 孩子在肚子里听话 听话 医生 我想你了 宝宝也想你了 我也是 我想你们都快想疯了 妈还不让我去看你们 我换了手机号码 你也不说给我打个电话 我现在跟狗咬刺猬似的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才能见证你们 是我妈不让我跟你联系的 她说你要不好好改 要没出息 以后都不让我见你 媳妇 我知道以前都是我错了 伤了你和妈的心 我改 我保证都改 我重新做人 我现在就想你跟宝宝 明天我跟妈去做产检 你偷偷地来见我 你别被我妈发现了 沈子 这大半夜的给谁打电话呢 赶紧睡觉啊 明天还得到医院喝茶去呢 听见没有 我知道了 我跟同学聊会儿天 我就睡了 莉莎 我不跟你说了 我妈这段时间跟特务似的 贼精贼精的 明天我们短信联系啊 好 姑姑 我还是陪你一块去吧 不用 只是个例行的产前检查 没那么复杂 赶快回公司上班去吧 那边事多 我又不在那了 你赵叔那儿 多帮我盯着点 嗯 哎 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吧 姑 知道了 哦还有 雅楠 千万别跟你赵叔说我的事 嗯 赵叔叔这一天啊 好像不太开心 听我的话 姑慢点 开车小心点啊 嗯 怎么了 这感觉点灰被谁给牵走了是呀 不是 我没做过这种检查 我有点紧张 没紧张 其实可简单了 医生呢 就是摸摸你肚子有多骨 梁林皮肚有多大就行了 嗯 十七号身子 二整 嗯 嗯 你怎么在这儿 哦 不是 我来拿点 妇科病的药 哦 这是 我在身子 做产品检查 哦 那快去吧 哎哎 再见啊 哎哎 哎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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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肠科呀 怎么能拿复合的药呢 别怪人家的事了嘛 我们赶紧进去吧 好 孙子 是我 嗯 那你跟我来一下吧 别紧张啊 嗯 您就多少时间了 两个多月了 最近 吃东西正常吗 就是不想吃 有腻的恶心 人身反应 中午困吗 嗯 困 晚上吃药甜 是不是特别爱吃东西 好饿啊 一切正常 嗯 大夫啊 就刚才出去那个患者杜梅 她是我家亲戚 是吗 哎 怎么 她这么 找囊肿啊 那你们回去好好劝劝她 趁现在那个胎儿和囊肿还不太大的时候 做完人流 早点切除囊肿 啊 大夫 她不肯做手术吗 她想保住肚子里的孩子不肯手术 但是这样非常危险 就算挡着孩子出生 万一这个囊肿是恶性的 她的性命难保 恶性的不就是癌吗 现在还不能确诊 还必须要通过手术 切除囊肿做病理切片的时候 才能确诊 不过 像她这样 怀孕同时伴随着囊肿的不在少数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万一这个囊肿是恶性的 生长得很快 当然孩子都保不住 那她以后是不是得经常来复诊 是 她下次复诊是什么时候 真是有强力 她就想生个孩子 用这个孩子拴住脑上 她不要命啊 你要至于吗 我在三楼 楼梯等你 妈 你先下去吧 我去上个厕所 那陪你去呗 不用 医院厕所味重 我很快的 你先去吧 回一会儿啊 好 再别等你啊 好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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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瘦了 你胖了 你要死啊 我现在还没到挺肚子倔屁股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胖 没有 我是说那个 你是说宝宝胖了 我听听啊 听到了吗 好了 媳妇 这回我知道了 我一定好好找工作 为了你和宝宝 我一定让你妈 放心地再把你交回到我手里 李珊 我不要求你振多少钱 但是你真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 我保证不再让你跟宝宝受委屈 好了 我马上下来了啊 我妈在楼下等我 我得走了 好 媳妇 你一定要争口气 不喝宝宝 等你接我们回家 你打开 你乞午餐 你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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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了 回来了 妈 回来你 回来了 回来了 这怎么了这是 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啊 陪着他上医院 跑前跑后的 落一身埋怨 我真是上辈子欠他的 你没欠我的 是我欠您的 知道就好 那干嘛冲我发火啊 那本来就是嘛 人家产检都有老公陪着 我就一个人 自从我有了这孩子 我就再也没见过我老公了 他与其后让他当孤儿 我还不如现在把他打掉算了 你别跟我来劲啊 妹子 这我得使说你两句 你把孩子打掉可不行 你要把孩子打掉 咋我这儿就不答应 你说啊 人家孩子是爷爷奶奶 这姥姥姥姥爷 叔叔大婶大娘姑姑婶人全有 要想成为姑娘 除了下辈投胎再说了 好了 申子 你别哭了 你看你 自己都快当妈的人了 还跟自己妈吓嚷嚷 真是 你这样 你下次再去产检的时候 咱们组织个产检团 我 玛丽 咱妈 咱们都一块去 好不好 咱们也让他们看着酸溜溜的 这总可以吧 看你 走了 来 什么 他就会跟我嘴来嘴去的 你说他一点事他都不担 没心没肺的 我对他那个好啊 他全忘了 你说我为谁啊 这都是您惯的 吃块西瓜 来 我跟你讲 申子是鸭子片 他肚子里有孩子 他见不着孩子他爹 他能不闹他吗 说白了 您疼他 您爱他 您怎么都不行 总归不是害他爹吧 这无法替代 再说他心里堵当 您得轮举他发泄发泄啊 马六 一扇那边什么个情况啊 人怕逼马怕骑 凑钱开店 等他凑足了钱 我那外孙都能跑能跳 能打渐游了 马六 你这几天帮我跑一趟吧 什么事 这十万块钱我给他处了 十万块钱您全掏啊 掏 好 让他赶快城市出血 赶快把这个申子接走 烦死我了 他受不了我比他还受不了 哎呀 我算是看透了 我生了仨鬼女啊 这家把我锻炼成消防队员了 哪着火我得到哪灭火去啊 什么的 喂 喂 是姐夫吗 啊 对是我 嘿嘿 你的声音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你也在家呢 你们好吗 都好 家里都好 你们挺好的 好好好 你姐啊 你姐还那样 你天天跟我掐 是蓝吧 出门都穿点衣服 给我给我给我 外国人没补啊 给我给我 对 喂 蓝子 妈 你和赵阳好吗 挺好的 妈 就是我们现在在上女员学区班呢 你放心吧 哎 妈 杨子在旁边呢 跟你说两句吧啊 妈 你们都好吧 好 好 都好 哎呀 这不你大姐 申红和马六都搬过来了 这人多了 你们要在这儿就好 妈 妈 妈 那个 我们会很快回去看您的啊 哎呀 什么看不看的 既然都出去了 那就把学习搞好啊 家里的事不用担心啊 有我呢 嗯 妈 我能不能麻烦您个事 你说吧 你还咳嗽什么呀 您有空的时候 帮我看看我爸爸 他现在一个人在家 我特别不放心 哎 那不都没跟着在一块住呢吗 我杜阿姨从公司辞职了 从家里也搬出去了 我问我爸 他也不说是怎么回事 所以 哎 不对啊 今天早上我 哦 哎 行 没事 你爸身体不好 其实我早就应该过去看看 还用你说 是吧 您放心 赵阳啊 没问题 哎 哎 拜拜 哎 哎 好的 谢谢啊 嗯 晶晶啊 今儿杨子啊给我来个电话 哎 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了 我说我赶紧过来看看您 您怎么样还好吧 还行 哦 亲家婆 您有心哪 跑那么老远的路 哎 以后你再来的时候 给我打个电话 我让司机接你不就行了吗 哎 没事 老了就得多锻炼锻炼 这不就当锻炼了吗 哎 亲家公啊 您别嫌我事多啊 我想多问你一句 什么事啊 您说 您怎么跟杜梅分手了呢 不是我要分 是她要走的 那她怀孕您知道不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 啊 这么回事 我昨天呢 我带身子到医院去做产前检查 我在医院我碰见她了 哦 哎 她没跟你说什么呢 没有 不过医生倒是跟我说了 人家医生建议她把孩子给打掉 说只有把孩子打掉啊 才能早点把她肚子里那个 可能是恶性那个肿瘤给摘除 肿瘤 什么肿瘤啊 您不知道她长肿瘤了 哎呦 她走的时候一生都不坑啊 我哪知道那么多事啊 哎呦 那看来她是要保孩子 她不要命了 哎 亲家公 这你可真得好好劝劝她呀 人命关天 这闹不好这是一尸两命的大事啊 是啊 小徐 喂 赵总 你叫段男来一趟 杜经理中我去新加坡出差了 我把这事给忘了 这 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您别着急 亲家公您别着急啊 我能不急吗这么大的事 人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去啊 不 亲家公 我出来的时候啊 我还特意留意 我问了一下医生她复诊的时间 医生说 她两天以后 你两天以后到医院去结她呗 对吧 两天以后 好 你看见她了 嗯 显怀了吧 刚三个月还看不出来呢 你把她给拽回来 我费那劲干嘛呀 人家要能搭理我才怪呢 你看出来没 他们母女俩就借着这事 也跟咱们老住家较劲呢 想让我低头 让我求他们 不是 你每天都琢磨什么呢 那么走来走去逗有意思啊 我还告诉你啊 就算现在咱全家人一起去求人家 人家都不一定回来 那不一定 我就是宁愿站着死 不愿跪着活 她想拿我们老朱家的孙子 要挟我 打压我 我才不上她的圈套呢 她要是自己识相 就乖乖回来 我做牛做马伺候她 没二话 她要是想引领这时代新潮流 一条道上走到黑 想做这个新世代的单身娘 我才不拦着她呢 我把你媳妇赶跑了 你怪我 跟我来劲是吧 我媳妇走了我谁都不怪 只怪我自己 我现在啊 就应该撒汪尿 把字笨给淹死 老婆孩子我都养不起 我还能干什么呀 这事都怪我 我谁都不怪 这你演的好儿子 我告诉你 跟我这摔门 跟我掉帘子 就知道蹲着枪窝里横 行哪 吃你的饭子 孩子都这样呢 你还让她怎么着呢 我的孙子 怎么样 不打自招了吧 刀子嘴豆腐心 拿笔定 我就不求她 就知道她心相开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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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YD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这个你甭管了 我已经问过医生了 阿梅啊你听我的话 打掉孩子早点做手术 你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我让你保命 你别跟我置气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鸟鸣缝我给你 只要你早点把这个肿磨给做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到现在为止 你还认为我要名分 要是这样的话 咱俩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孩子是我的 跟你没关系 而且我说过 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有谁跟你儿子赵阳 争你的财产 我说到做到 请下车吧 阿梅啊 你怎么那么酱啊 万一这个肿瘤它是恶性的 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母亲 你落人吗 你想想想后果啊 说了这么半天 你不就是不想要这孩子吗 我说了这孩子是我的 我一个人的 你命都没了 你要孩子干什么 你是诚心想苦孩子 还是想诚心苦我啊你 赵宝复 我四十多岁了 该有的我全有了 是 我原来是在乎民分 可是我现在不想了 我只想要这个孩子 这孩子是个生命 他跟我血肉相连 是我的希望 我为了他 我什么都会做的 我愿意赌这一把 那我呢 咱们十一年的感情 你不要了 你不管我了你 对不起 我管不成 也管不了我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阿梅 阿梅 你别再跟着我了 别再干涉我的生活了 没有用的 阿梅 你要三思啊 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幸运 做赌注呢 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说我怎么办 已经决定了什么 我不想改变了 这就是我的性格 你知道的 我不管 你需要什么 我都给你 但是我让你保命 我需要这个孩子 好了 你别说了 我们如果还在这个问题上 纠缠不休的话 我向你保证 我马上从这个城市里面消失 我说到做到 好 这卡里有十万块钱 密码是申子的生日 你拿去 不行哥 这钱我不能要啊 无功不受禄 我拿这钱我惭愧 你以为你管我叫声哥 我就帮你了 我是冲着身子 还有他肚里的孩子 我冲我那小外伤 哥 您已经够帮我的了 您这份情意呢 我朱一山记得心里 可我毕竟是个男人 我不能干什么事都把您拖上 这钱的问题我自己想办法 你甭给我这穷酸穷客套了 没有用 我就问你 老婆孩子 您还想要不想要 那我必须得要 还是 想要老婆孩子 就把这钱拿起来 开店挣钱养家 你别以为你不要这个钱 你就是老爷们就有骨气了 真有骨气 好好做事 争口气 别让岳母把咱看贬喽 你别以为我可怜你啊 我根本就不可怜你 我根本就不可怜你 我觉得你有那个金刚钻 能揽这个瓷器活 像外面把钱 连本带利息都给我挣回来 我是要收利息的 拿着吧 谢谢哥 我这利息比银行的高点啊 想着我打个借条 想亲兄弟呢 这些瓶算账 喝酒吧 茶吧 亲爱的姐夫 你买菜回来了 辛苦了 回来了 我这小伴上他妈今天是 阳光明媚 今天太阳咱哪边出来了 还是咱那边出来了 医生发恶心给我了 我都知道了 谢谢你 亲爱的姐夫 我以为多大点事啊 我这不为我那小外甥 你让他好好干啊 到时候连本带利 连本带利 好好多给我挣点钱 什么连本带利啊 那个连 他说这个 不是 他跟我叫小外甥 满月礼物 我说先欠着 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到时候一块 连本带利钱给他 身子你可真逗啊 孩子还没生的 他就要满月礼物了 就是 想一出试一出啊 怎么高兴怎么来啊 妈 我现在想上厕所了 快去快去 赶紧了 给了 给了 没说漏嘴是我给的 我办事您还不放心 那叫一个严实滴水不漏啊 甭说那个 我连借条都让他打了 嗯 不错 办事有规矩 您给定的规矩谁敢破坏 您是谁啊 您是高瞻元主未与绸谋 您就是在世的诸葛亮 不是 我跟你说呀 不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这小子要是挣了钱 有了外心呢 那到时候我就拿这借条 我找他去 我让他连骨头渣子 都得给我吐出来 喂 妈 电话 来了 喂 好好好好 好好 让马六给你们做饭啊 别等我 妈 你去干嘛 别管 来 亲家母 我实在是没辙了 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女人 急急急 我头肚极大了 哎呀 我只有让你来帮忙了 毕竟你们女人之间 好说话是不是 行 不过你啊也别着急 这杜梅吧 他就不是个糊涂人 他现在跟你置气 你还看不出来呀 我好好劝劝他 我打电话了 好说歹说啊 杜瓦南才把他住的地方 告诉我 但是我不能去啊 我怕我去了以后 他又跑了 又找不着了 我明白 到了那儿我自己上楼去 您就回去等信就行了 哎 那咱们走 走